今天我来试用一下富士最新的长焦镜头 XF55-200mm F3.5-4.8 它相对于单反相机常见的70-200mm F2.8镜头更为轻巧 是轻便出门的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它只有580克,非常轻巧 可以很容易地将X-Pro1 14mm 35mm和这支镜头装在一个小的摄影包里 身体没有任何副总感 镜头焦距为55-200mm 在APS-C画幅的机身上相当于84-305mm 大大扩展了X系统的拍摄范围 镜头后端有光圈环 F值通过取景器或LCD来显示 镜头体积控制得不错 在街头拍摄时比较不引人注目 这让希望隐身在人群中的街头摄影师有了更多的拍摄机会 为了更好地消失掉 我今天特意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选择了黑色的机身 黑色没有logo的背带 黑色的摄影包 这支镜头具有双线性马达驱动对焦 镜片单元采用线性移动 而不是旋转运动 合胶速度更快 声音更轻 这支镜头的用料也比较扎实 全玻璃镜片 HT缸EBC镀膜 一片飞球面镜 一片ED镜片 一片超级ED镜片 从实拍的效果来看 成像是富士一贯明快的色彩风格 细度反差均有良好的控制 光学防抖功能非常厉害 技术指标告诉我们它需要4.5当左右的防抖能力 我也很容易的用慢速快门手持拍摄 或者夜间用200毫米端 用1分之1秒左右的快门速度手持拍摄 成功率非常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